哈喽大家好,我是头上有机脚大脑会思考的阿牛 猜猜过去一年全国最畅销的商品是什么 答案不是华为手机,也不是BID汽车 更不是王者荣耀皮肤,而是彩票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1到11月 全国共销售彩票5264.12亿元 其中体育彩票3494.47亿元 不满一年卖出5000多亿 这样的销售规模什么水平呢 跟苹果在大中华区的全年销售额相当 而彩票作为一种垄断性商品 全年销售额正在向烟草看齐 从地域来看,基本上全国人民都在买彩票 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人买得最狠 同比分别增加161.29亿 146.68亿、135.48亿和115.67亿 更让人感慨的是,彩票的销售增速太快 一到11月份同比增长45.1% 把这个增速放在消费品行列里完全是无敌的存在 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领售总额是同比增长7.2% 城镇消费品领售额370419亿元 同比增长才7.1% 今年率先复苏的餐饮前11月19.4% 至于其他的服装、汽车、建筑材料等等 在彩票面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今年大家都在买彩票而不是股票 为什么除了股票好像带票的东西往往一票难求 比如演唱会门票 再比如春节的高铁票 为什么前段时间一个人独中2亿彩票大奖 能够引起那么多友善讨论 这期视频带大家了解一下彩票的前世今生和台前幕后 对于19世纪末的大青曾经有个评价非常精彩 大青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 鸭、鸭、鸭 鸭就是鸭片 历史课本上讲过很多 鸭也很好理解 影视作品里我们也看过很多 而排在第一位的鸭实际上就是彩票 彩票作为一种典型的舶来品 清代末年闯入中国 最开始流行的是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发行的旅送票 进入中国后很快收到欢迎 虽然大青法严厉禁止一切赌博活动 但架不住人们对他爱恨交加 欲罢不能 当时的彩票被称为白鸽票 这个比喻描绘彩民的心理很精妙 手持彩票好比怀抱一只白鸽 浮向连篇 开彩之后犹如两手一撒 白鸽一去不复返 后来旅送票停办 江南又出现了一个江南义证票 具体来说就是苏北怀河泛滥 但是证灾贯款不够 有人提议发行彩票 拿出25%用来证灾 再往后事情渐渐失去控制 尤其是新手条约签名后 需要筹集大量赔款 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 效仿江南义证票来筹集赔款 他还说筹还庚子赔款是头等大事 办彩票虽有倡导赌博之嫌 但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 百姓自愿花钱 总比行政暴敛惹起民怨要好 不得不说张总督的思想非常超前 这是我国最早正式发行的地方政府彩票 据说当时湖北的彩票收入除了筹还庚子赔款外 全省财政支出近一半都是靠彩票为止的 湖北打了个样 其他省份有样学样 彩票规模越办越大 到后来发行彩票继续扩散到周线 许个例子 像俄城这样的小地方 黄四郎和马县长 想发什么彩票就发什么彩票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疯狂地连去财富 衙门都理直气壮卖彩票 更坏的影响是社会各界也冻起来了 明目繁多的行业性彩票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彩票彻底泛滥成灾 最离谱的是一种花卉彩票 非字面意思 大概就是重头彩者能取到当地的理事师 而理事师自己重了头彩 可以赎身从良 所以说大清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 哥 鸭 摇 情况到了民国有没有好一点呢 没有 孙中山先生最初明令全国禁止发行彩票 但这个政令基本出不了紫禁山 后来日扣飞机轰炸上海 反而出现了一种航空彩票 这个航空公路建设奖券 民间叫救国彩票 规定每年发行四次 每次50万张 筹到的款项国民政府提取50% 其余50%作为奖金 后来长凯申发现这个办法筹款太好用 一年筹集资金1000万 占到了出口税收的45% 所以到1935年 改为每年发行12次 四大家族和经销者都发了财 再后来还出现了壮丁油奖艺圈 监狱工艺圈 等各种稀奇古怪的彩票 权贵赚了一笔又一笔 民众被割了一茬又一茬 整个社会无言仗起到了极点 直到1949年 黄都督等旧社会的洪水猛兽被禁止 连带着彩票也基本在全国销声匿迹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有一个小故事是周总理小时候 父亲带他半年走亲戚 在路上花了一块大洋 买了一张汉口鼎龙金装发行的彩票 然后运气不错 中了一万块大洋 这在当时算是天文数字了 而中彩票的副作用 是亲朋好友上门讨钱 周家家道中落 这件事改变了周总理对彩票的认识 他说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 我小时候看到这种状况就想 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 当然这跟新中国初期彩票被禁 没有太大关系 本质上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环境 没有彩票生长土壤 直到1987年 社会环境的悄然变化 被禁30多年的彩票再次被提了出来 据说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算了一笔账 全国有1.5亿安抚和救济对象 3.16亿的成灾人口 和近5000万的残疾人口 但是全国财政每年能用于社会福利的钱 只有4亿元 怎么搞钱 有一位海外华人给他提了三个点子 搞赛马 给高级酒店加税 和搞彩票 最终搞彩票一件被上交给领导 并且被开了绿灯 1987年7月27日 石家庄工人文化工举行了 新中国第一次彩票摇奖仪式 彩票图案类似于人民币 面值1元 全名是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 1993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奖券 1995年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再到1994年 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 福彩和体彩两家并利的格局 由此形成 发展到今天 全国人均彩票消费金额 已经从1980年代的不到四毛钱 发展到去年上半年的人均194元 翻了500倍 中国彩票市场规模 以稳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现在回头来看 截至2022年末 彩票累计发行53029.64亿 筹集彩票公益金 14852.34亿 实现了大量的税收 直接和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基本实现了为国家 为社会筹集公益资金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初衷 当然了 任何事务这么高速度的发展 必然会带来一点点发展中的问题 2015年6月25日 国家审计署曾发布建国以来 首次对彩票行业资金状况的 大规模审计报告 抽查彩票资金658.15亿元 审计查出 虚报套取 挤占挪用 违规采购 违规构建楼堂管所 等违法违规问题 金额169.32亿元 占比25.73% 比如东部某省的提采工益金 被拿去用于办公经费 办公楼维修 及车辆购置 再比如西部某市 用于宾馆的基本建设支出等等 以及我们2023年 关于彩票的热议 比如东部某省 有人独中彩票2.2亿大奖 由此衍生的种种猜测 虽然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 但看过了这期视频 你就知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市 彩票这种东西 它来前太快了 这种属性注定了 有阳光的地方 必然也有黑暗 实际上 现行的彩票工益金分配政策 是中央与地方按50% 比50%的比例来分 中央的部分按60% 30% 5%和5%的比例 分配至社会保障基金 专项公益金 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这一块问题不大 而人们最关心的是 就是地方流程部分 也就是由省级财政部门 和同级民政体育部门 研究确定分配原则后 钱去了哪里 用在了哪里 广东省2022年公布了这个数据 很透明也很清晰 当年实际入库彩票工益金 199939万 加上上一年截赚收入等 一共310121万 其中用于社会福利项目 49763万 用于体育发展项目 69677万 残疾人事业 14512万 乡村振兴项目 8000万元 城乡救助项目 2471万元 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12061万 教育事业600万元 不过广东是全国财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其他财力不足的省份 很多依靠转移支付 尤其是这两年地产下行 土地出让金基本是断崖式下跌 要还的钱却没有减少 在这个大背景下 彩票的关注度升高并不阴暗 说到底 房地产和彩票的内核是相通的 房住部场的核心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是局者有其物 而彩票的初衷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最后 为什么年轻人在上学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 在买房和买车之间选择了买彩票 阿牛觉得 最近热静的电视剧繁花给了我们一种思路 王家卫用独特蒙隆 且充满故事感的镜头 重现了充满希望有无比神秘的上海滩 观众爱的不是繁花 而是那个遍地是机会的时代 是个人人都想着搞钱的时代 也是人们梦想的生活 一定会变得更好的时代 同样的 今天的年轻人买的不是彩票 更多的时候 是寻求一个打破阶层的向上机会 寻找一个发家致富的合法途径 寻觅一个通往梦想的道路 无论怎么讲 买彩票的人多起来 至少说明这些年轻人 有希望 有梦想 有盼头 2024 祝大家买彩票 兜众同奖